随着秋风渐凉,10月8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寒露 这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 寒露二字是天气转凉的象征,意味着深秋的到来 深秋时节万物凋零,但人们登高望远,赏菊花,观红叶,珍惜难得的秋季美景 因时间接近,寒露的习俗与重阳节多有重合 时间那么热,所以这时候正是真高闪修的时候 第二个就是散红叶,很多地方都有散红叶的习俗 你必须是到现场去看,它才能够品到那样的一个味道庙处 还有散菊,因为菊花是反季节的花 它越是双寒露种,菊花就开得越鲜艳,珍奇斗艳 就成为了深秋里的一道亮丽景观 寒露到来之际,正是吃螃蟹的最好时节 同时,这个时候采下的茶叶有着一种特殊的唇香 因此,寒露还有吃螃蟹,饮寒露茶的习俗 吃母蟹要在9月,农历的9月,那么吃公蟹要到10月 那么寒露正好这个是磁蟹这个卵特别饱满 膏也黄的,风鱼的时候,所以肉质很鲜的,营养也丰富 所以这是吃母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第二个就是吃花糕 因为这个时候吃花糕不是高,是谐音的 就是叫同阳花糕,也叫故故,高生 有桂花和这个糯米粉啊,糖啊,桂花面啊等等 做成的桂花糕,是很受欢迎 然后呢,还有寒露茶 寒露茶呢,就是这个时候所采的茶 就寒露这个节气采的,前三天和后三天采的茶呢 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茶呢,叶片比较硬 而且呢,根儿也比较粗 所以呢,是比较醇厚 寒露过后天气转凉 专家提示,要适时增添衣物 饮食要注意养阴防灶,润肺异味,切记摊凉